1月9号下午,周深现身央视第三次春晚连排彩排现场 从现场照片来看,周深心情愉悦,步履轻松 面对现场热情的粉丝大力挥手回应 曾经的梦想还会不会实现 或许只是需要些时间 世界每一天都不停地改变 在娱乐圈,像周深那样年轻又有实力 为人还低调接地气的明星,属实不多 不过,周深也在微博谦虚地表示 春晚这个舞台很特殊,变数很多 不到最后一刻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也劝为粉丝放平心态 在过去,临近春晚最后一刻舞台被拿下的情况 也是时常发生的 所以正如周深所说的,放平心态 期待周深能够出现在兔年春晚舞台上 带来精彩表演 时光音乐会2一转眼已经播出到第五期了 但我相信绝大部分观众都跟我一样 感觉该节目才刚刚开播 因为优质综艺怎么看都不嫌多 在周深的加持之下 每期节目都能为观众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感动 不论演唱什么风格的曲目 都能被周深赋予新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周深在时光音乐会几个风神现场 五首歌曲中你最爱他的哪一首呢 第一首 光亮 最高效 最微弱 最柔软 最柔软 最不畏的你 光亮你自己 周深 荡起回肠的演唱 尤其中间那段戏强 太惊艳了 让前辈们都瞪大眼睛 张大嘴巴 赞不绝口 连连夸赞 完美 第二首 回到过去 回到过去 试着抱你在怀里 失去的脸带有一点知情 想看你看的世界 像在迷茫的画面 只要靠在一起 就能感觉甜蜜 感觉甜蜜 想回到过去 想回到过去 试着让故事继续 至少不再让你离我了去 分散时间的注意 这次回报的更紧 这样挽留不知 还来不来得及 想回到过去 周深 刘耿洪合作演绎的 回到过去 一个声音空灵 一个沉稳 两者碰撞在一起 又产生出不同的火花 真的太好听了 第三首 欢乐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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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小巷缘成片 欢乐欢乐中国年 周深全新演绎孙岳的《欢乐中国年》 开口欢乐喜庆扑面而来 15秒美声高音更是震惊田振以及其他歌手 明明是一档英宗节目 结果却被周深变成了春节联欢晚会 第四首《听见下雨》的声音 结果的事就被潮汐 发现你始终还靠近 默默地陪在我身边 态度坚定 《听见下雨》的声音 《听见下雨》的声音 你能想象到周深她一个万年单身狗 演绎情歌是怎么唱出失恋之后 那种撕心裂肺的破碎感 这该词的共情能力 竟又再次把小编唱哭当场 第五首《Andy》 《听见下雨》的声音 成为谁不让谁打了 你在你的路上 我哪里再不需要指引 或是我会无理会 时时刻刻怀疑自己 不会谁都会向你 少放弃灰心拥有评优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 都会被你踩在脚底 托载帮你头向 独播你头向 那个你最喜欢和你自己 但经历的每个难题 都会被你踩在脚底 托载帮你头向 那个你最喜欢和你自己 可是暗地 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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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安的世界 骚动的术期 不能熄灭 曾经你拥有 上周时光音乐会 简直又刷新了 我对周深的认知 原来阿渡的Andy 加入rap可以这么然 周深的绅士绕舌 情感爆发力也惊艳不少人 改编更是得到原唱阿渡的认可 我超过啊 我印象深的时候 我超的是林志颖的 我的快乐智商 然后唱完这首 下一首我唱的是 青菜 酸酸的天 爱就个像青菜 又是林志颖老师的 每个人都会唱吧 我觉得以前 我们这一代人 其实很幸福 我们每次一看到 喜欢的歌手发新专辑 你就会很开心地 打开他的词带 或者他的CD 就会很开心地 打开他的歌词本 然后打开自己的歌词本 一句一句就唱 以前 我学的第一首 英文歌是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那个时候就抄了这首 英文歌的歌词 就觉得又可以学习到 然后又可以记住 然后就有厚厚的一本 而且我发现现在的很多小朋友 他们其实也会写歌词 也会有那个歌词本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多写字还是很好的 一它是可以让你 记起这个字怎么写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 经常提笔就忘了字 我们还是要想想反省一下 我们还是要想想反省一下 我会想想反省一下 我们还是要想想反省一下